最后还有一个想说的是 这个法案 他不整天出法案吗 这个法案 就是那个惩罚 我这有一个中文的 这个 OK 这字看不见 太小了这字 他叫做 制裁中国共产党暴政 什么压迫人民法案 有这么个法案 这个也是 有人问我这个事情 他们不是一个星期 弄了25个法案吗 对于中国的 大概这也是里头的一个吧 这个呢 我就想说一句呢 就是说 他这个法案的意思 就是去惩罚 像习近平啊 什么的就是 具体的中共里面的领导人 惩罚他们和他们家人 所以惩罚的就是说 冻结财产 然后不许他来美国 什么这个那 这个肯定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他那个 一个星期 弄了25个法案 那多多少少是有点 那个为了选举 因为这个法案是这样的 他参 就是众议 参议院或者是众议院通过以后 他还得到另外那个地方去 他现在这些都是众议院的 这些法案 这些法案通过了以后呢 他要到参议院去 然后呢 还要总统签字 这一切都要发生在明年1月20号以前 因为1月20号以后就是新的那个众议院了 里头就是说参议院和众议院换了 他跟那个现在这一届不是完全一样了 那么所以呢 你要那个任何法案的话呢 那个在1月20号以前没搞定的哈 他就不再搞了 因为新的人来了嘛 新的那个新一届的人上上来了 所以呢 他就不可能那个 还按照你原来上的那一届 他有他的想法 就是说他有他想要通过的法案 所以这些东西吧 你要说在1月20号以前 全都能通过 我估计通过不是 但是他们呢 还挺急着白脸的要弄出来 这个众议院的人 尤其是喜欢弄的话 因为他们是要做秀 所以这个法案 就包括那个16.25亿的那个 那些法案现在都没有通过 而且我怀疑他1月20号以前 能不能通过 但是你比如像那个16.25亿的那个 他新的那一届出来以后 我相信他们不会又弄 再弄一个类似的这种法案 应该能通过 我觉得那个 这个惩罚这个叫什么 共产党的领导人 包括习近平和他的家人 这个应该是通不过的 因为你这样惩罚了以后 比如说如果拜登想让他 不是拜登老师 任何一届总统 想邀请中国领导人 到美国来访问 你怎么 比如说你会给自己 带来很多的麻烦 对不对 而且你这么制裁了 他到现在 也有很多人想制裁什么 那个普京啊 那个俄罗斯啊什么的 都一直没有 一个是参议员本身 参议院啊 对这些事情就不是特别感兴趣 另外这个事情呢 基本上总统也应该会 那个否决掉 主要就是弄来 你这样子的话 你怎么怎么去接触呢 你像美国现在政府 他现在天天的 想要跟中国这个见面 那个见面 那你要是这样子弄的话 中国说行 行了你也甭来了 对不对 你甭见面了 对吧 你要还制裁我呢 是不是 就跟他那沃尔夫法案似的 你还制裁着呢 那我就那么上赶的干什么呀 就会对他带来很多 就是他在外交上 带来 给他自己带来很多麻烦 所以这个事情应该过不了 这个就是一种 就是做秀 众议院的人特别喜欢做秀 你记住这一点 参议院相对好一点 所以这种法案 你不用就是听听就完了 尤其是离那个选举那么近 选举完了以后就不太会 因为已经你都知道 你比如说你都 就是说你 你都知道你下一届都不是你了 那你还去瞎折腾什么呢 对不对 如果你知道下一届是你的话 你也不着急了 那就等下一届再说吧 对不对 因为新的那个新的一届就来了 所以就选举完了 基本就就一直到1月20号以前 基本上也成不了什么事情 现在情况基本上就这样 所以你以后听到这种反中的这种法案 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的 不要你不要太当真 听听就完了 他们很多人就是在那做秀 因为他因为他要通过众议院 再通过参议院 然后再总统签字 对 所以情况是这样 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我就说说一下 不仅仅是这一个法案 总的来讲就是各种法案都可以 可以这么理解 对 但这种东西说到最后 你还是要看行动吧 你看他嘴上说 我觉得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你还是要看他去做具体的行动 昨天我跟那个亚历山大卫聊了一下 对 他也觉得是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美国从殖民地时代开始 到立国建立制度 富人权贵阶层时便有特权 警力建立是为富人权贵服务的 对 是怎么回事 他整个的那个警察那套系统什么的 就是为了保护富人的 就是怎么回事 他真的跟那个中国那个子弟兵 真的不是一个概念 真的不是一个概念 他 他有点 我觉得不是 可能不是有点 他 他喜欢那个就是警察跟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你知道吗 他不愿意让那个什么 老百姓跟这个士兵 这个子弟兵 这个一家一家亲 他不愿不喜欢这样 你知道吧 他要制造让警察呢 去对于老百姓 整天的就是盯着他们 让老百姓恨这些警察 他其实喜欢这样子 这样的话 这不是这个军队就完全是他这头的 对不对了 来帮着他 死心塌地的 帮着他去对付那些老百姓 他是这么一种概念 卡代山和哈登的故事 卡代山那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跟你讲 现在说那卡代山他妈叫什么 Ch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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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的 说她是拉皮条的 为他女儿拉皮条 卡代山拉皮条 这些人的事情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 你会觉得你自己想象力特别有限 每天都看着 还干这种事情呢 只有 反正我的想象力有限 我就觉得 Awarica 对 应该他叫Awarica 不叫America 对 你这个词用得挺 对 南华早报 South of China 南华早报 OK TikTok的事情 现在没有什么进展 他们就是两边不都在催吗 催那个法庭给个定论 反正有没有定论的话 两边肯定都要上诉的 他如果那个法庭上跟他说 现在说是12月1号以前给个定论 上一次的 最新的就是他们两边都要求他 12月1号以前给个定论 对 对 我一开始说这事 你是不是来晚了 Boystar 你可以回头回看的时候 我刚开始的时候有说的 谁表现好一个都不怎么样 都不怎么样 观众给我的感觉 观众的评论就觉得很无聊 没什么亮点 你回头看一下 回看一下 就是他们自己主流媒体怎么说的 没什么可能 他太说的 我在国外外国有人给我上的第一课 远离警察 别把子弟兵套在国外的警察和士兵身上 对 就是这么一事 我反正就是远离警察 那个 我现在看到那种警车 我就离他远点 尤其我身后有个警车 我要不就拐弯 要不我就减速 让他超过我 对 肯定是这样子 就是离他远 对 就是他们 其实警察也 也不是说人人都是坏人 警察也是普通人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个制度摆在那 就 帮我点赞 怎么点赞的人这么少 帮我点赞 就是 就是那种 怎么说呢 他在这个 他不是最 就是 昂萨不就是最喜欢 把你们分而置之吗 那么分而置之 他绝对不可能把你警察 分成 分到那个老百姓那里头去 他一定是要让你警察 跟百姓之间 是要有距离的 对不对了 所以呢 他就整天制造那种气氛 就觉得 哎呀 这外头坏人特别多呀 对不对了 那个 警察的工作很危险呀 怎么怎么样 完了 警察打死人 随便打死人 尤其是什么黑人 有色人种 他根本就不管的 你去打吧 对不对 你打死人 反正 让那些普通老百姓 很恨你 这不很好吗 恨你的结果 不就是你就觉得 你就得要需要 普通的阶层保护你 对不对 他是这种 我记得 对美国进行 一点兴趣都没有 对 我也没 我觉得我们就吃瓜 看着就完了 他跟那个什么 民主没任何关系 美国现在是不是关心 无心关注别的事情 只想一心打好选战 一心打好选战 和一心打仗 他也确实挺喜欢打仗 卖兵 卖他的军火 乌克兰也好 中东也好 反正你们就打 我打得约乱 我是90个点赞里的一个 OK好好好 谢谢谢谢 那已经有90个点赞 我这看的是只有五个 我这上个 我这需要没有 需要更新一下 我这品牌 这也没更新 对 大家帮我点赞 好 差不多了吧 那成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吧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走之前帮我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周末愉快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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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